各位也可以顺各位请你就先登录一下你的Google 然后进那个Youtube 跟各位讲合法的音乐在哪里 好请你先登录你的账号 然后进到那个Youtube 好Youtube 好我切换一下我平常在用的账号 好然后进到Youtube 好所以现在是你自己的账号 然后在你的Youtube里面 在你的Youtube里面 好请各位先 设定层不公开当然就不算公播了 主要就是谁会看得到你的影片这个问题 好各位都登录了吗 好登录之后请你到你的头像这边 你的右上角你的头像这边点一下 这边会有一个你的频道 还有一个叫做Youtube工作室 好请你进入这个Youtube工作室 Youtube工作室 那个杨老师 其实他法令的意思就是说 就是你要让指定的人可以看到 那这个部分 只要因为在他们的像教科室的授权里面 他就是学生看到是你那个班 看到是没问题的 但是如果你那个连结把他给的不是你那个班的人 那这样其实就算算违法 算违法 只是说你给的那个特定的人 应该不会把你的 你给他连结可以看到影片的这件事去拿去检举 所以大概不会有被检举的问题 但是还是会有疑虑 因为如果你的影片好看 大家就会把连结传来传去 你怎么知道哪一天会传到这个有问题的人身上 所以这还是会有一些小问题 好啊不过法令的解释真的就是法官 不是你 不是你跟我可以做决定的 都是最后的解释 还是看法官怎么解释 好那各位都登录进来之后 请你到你的Youtube的工作室 请你点进来 好点进来之后呢 在左边 中间就会是你的频道的主页 然后里面会有跟你讲一些 你现在的影片的一些资讯 订阅的人数 影片观看的一些数据等等 那请你注意在左边 左边这边你往下找 往下找 这边会有一个音乐库 各位看到了吗 在左边下面有一个音乐库 你要把这个游标往下移动 这个卷轴往下移动 找到这个音乐库 然后大家都找到 找到它 然后点进来 找不到的要讲 那这边的音乐都是属于合法息息授权的 如果你是用那个 外面的流行音乐 那你在到时候第三阶段 你在把影片传到Youtube的时候 它会把你禁音 它会把你把声音关掉 因为它说它会检测到 你的影片有那个侵犯版权的疑虑 所以它会把你的声音关掉 所以这是它的Youtube保护自己平台的一个机制 然后早期它会出现警告 跟你说你的东西不合法 那你就自己 要么就自己下架 现在为了Youtube为了 现在因为有连作了 连作法 所以平台也会遭受那个 法令的问题 所以他们就保护自己的机制 他直接帮你做静音 那你也不希望你的影片是没有声音的 比如说你弄个毕业典礼 结果那个音乐是 音乐就不见了 就整个就都没有声音了 那你的影片就没人要看 对不对 好 那所以还是劝各位来找那个 合法息息授权的音乐 好 那你从这边进来之后 这边有分那个音乐跟音效 然后这个以家信号 就是你之前听过 你有把它收集起来 有喜欢把它收集起来 它会在你的这个收集库里面 好那平常就是音乐跟音效 所以如果你需要音乐就在这里搜寻 如果你需要音效 就在这里搜寻 比如说狗叫声 打雷声 下雨声之类的 这种叫做音效 爱音乐就是那种 有乐器 有人唱歌 那种叫做音乐 好那这边很棒的一件事 各位 他这边有帮你做分类搜寻 所以我们不是那个音乐人 就算我们不是音乐人你知道吗 你点一下 他这边有没有看到情境 情境 所以意思就是说 就算我不懂音乐 那我如果这个我的影片是很快乐的 那我就可以依情境 用情境来去搜寻 有没有 我是愤怒的还是快乐 哦换快的有时候就选换快的 或者是放客的 开心的 鼓舞人心的 你就把它选起来 选起来按套用之后 这下面出现的全部都是快乐的 情境的音乐 那所以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听 你就可以一个一个去听 那听到你喜欢的呢 你可以收藏起来 那如果你等一下剪辑要用呢 你就直接在右边 这里就可以直接按下载 好就可以直接下载 所以老师就麻烦 麻烦老师 你去搜寻一下 你想要用的音乐 然后听到 听到一两首喜欢的 听到一两首喜欢的 你就把它按下载 好 这部分给老师三分钟来操作 操作好的老师帮我输入3 你有找到已经喜欢的音乐 而且已经下载的 请你输入3 这边的都会是合法的音乐 所以你就不用担心 那个被告的问题 走法院的问题 这边都不用担心 而且他这边用他的音乐做出来的 你将来如果说没有当老师 要去当YouTuber 或者是说将来那个老师 可以兼职的部分 解禁之后 他这个是可以 他这个授权是可以盈利的 就是你用他的音乐 去剪出来的影片 是可以去盈利的 他的授权是这样子的 所以还蛮方便的 那以前 以前没有这种 息息授权音乐库的时候 其实有些网站会提供 那不然就是你要花钱去买 现在网路上 其实有很多人在卖这种素材 卖素材 比如说 你就去录各种音效 然后把它收集起来 就可以拿去卖 或者是录各种短片 或者画各种图案 的素材 这个其实都可以上网卖钱的 也不一定上网 以前还有那个做成DVD 在书局里面卖的 这种东西是可以盈利的 就因为你花钱去买了 所以他就是可以放在你的影片里面 可以合法去盈利的 所以这边再提醒各位一下 因为之前 那个有YouTuber被人家被微软告 就是微软Windows 我们一般如果你的电脑没有安装事情 对不对 然后你在那个剪影片的时候 你一般都会什么细民体 标凯体 对不对 然后就被微软告了 因为微软的授权里面 好像他的字体是没有开放让你去公播的 好像没有这一项 所以之前有一阵子那个YouTuber被告 还闹得蛮大的 所以后来呢 那个 各位知道那字型是要买的 字型是要买的 除非你用的是息息授权 所以我这边都有装那个王汉忠 息息授权字体 所以这个地方虽然Windows有免费提供你 什么标凯体 姓名体 但是如果你要放在影片里面 尤其是如果你要盈利的话 这个地方可能要稍微留意一下 要看一下相关法规 好 那大部分的人都已经下载好了 那我就继续 那么你下载的东西原则上 就会在你的下载资料夹 那所以请你就去你的下载资料夹 把你的下载资料夹打开 就会看到你的音乐 那你的那个剪辑的 剪辑的影片呢 你就把它一样放回到那个本地资料夹 媒体库这边 放回到本地资料夹 然后把你刚刚的音乐把它拉进来 刚刚你下载是这个音乐嘛 就一样把它选起来拉进来就好了 好 这样你的 你的那个仓库里面就会有这两段音乐 给你 感谢观看